字幕 час 老闆你這在幹嘛 你在研究登演戲 我還要跟妳研究命 我在研究土石流來的時候 當災疏散避難路線 研究好了好告訴你這個 短腿又短腳又背不上去的豬頭 好...想不到你還是我 蠻會早講的你還蠻關心我的 好啦...說得正確的 平常要做好這個預防的工作 等到真的土石流來臨的時候 就不會驚慌失措 那要怎麼準備呢 首先啦 要先對自己的居住環境檢視一般 看是不是躲在土石流 這個潛似溪流上游崩塌地滑區 也就是這個溪谷兩岸一崩塌區 或是這個溪流谷口的山壯地 那我要怎麼知道 我家附近有沒有那個土石流潛似溪流 你除了從這個土石流警告 標示牌之道之外 你可以到下面這個網站去查看 還要注意哪些事情啊 隨時注意這個氣象報告啊 特別是颱風好雨的預報 那停電要怎麼辦啊 我怎麼會知道我什麼時候會有危險啊 這很簡單嘛 你可以DIY啊 DIY啊這個我最會了 你看DIY 你現在在做什麼 沒有啊我是DIY嘛 DIY啊這個我最會了這個我最會了 不是這個DIY啦 這個DIY是教你做DIY型語亮筒 你只要拿一個寶特瓶 這樣上半部把它剪掉 然後底部呢 用這個酒鍋啦 或是這個黏土喔 把這個不規則的部分填平 還拿一支喔 15公分的槍 搭進這個寶特瓶的外面 這樣就可以囉 喔 那做好的時候什麼時候用啊 喔 因為拜託的 你真的不是普通滴耶 那我是什麼滴啊 你是幾滴 更加滴的滴 那當然是下雨的時候用嘛 下雨時啊 將這個飲料筒移到這個戶外 去這個這個火水 當24小時累積飲料 到達這個150公里 就是15公分的緊線時時 就標準很危險啊 要加輕輕 喔 喔 那卡跑的時候喔 要不要把這個雨量筒的水倒掉 免得滿出來啊 你如果開心 整罐喝下去我也沒意見啦 管不了這麼多了啦 只要趕快依照這個疏散路線喔 撤離 免得還要勞動這個搜救隊友 來叫你這麼大體頭啦 喔 是啊 是啊 我知道了 但是轉要帶一點吃的啊 放上去是會餓耶 平時啊 就準備好一個方便取用的巴巴 裡面喔 就要帶一些必備的這個 急救的用品啦 像這個火衣啦 吃的啦 喝的啦 簡單的用啦 檢疫的這個急救包啦 手電腦啦 緊急的狀況一口 鐵就走 不用趕 喔 那聽你這樣說 很有道理喔 那當然啦 這樣你了解了吧 了解了 了解了 哎呀 糟糕 吐石流來了 怎麼辦 啊 怎麼辦 怎麼辦 吐石流來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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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怕 我好怕 怎麼會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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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整半部 一樣都沒做 這樣就造型 喔 豬頭就是豬頭 不然我差不多要跟他講啊 可能啦 啊